飛的時候也有法寶音叉 去幫助自己調頻,再調自己 人體像一個樂器一樣 當你生病的時候,你不想動 就像低頻,有時走音一樣 其實用聲音療癒的樂器 可以幫助自己 再調自己最正常的頻率 音叉很簡單 就拿著在病裡鬆 不太死崩崩 輕輕地敲一敲,正在震動 像懸位按摩一樣,幫助自己的身體 你們也可以試試 可以試試嗎 你的身體會感覺到震動嗎 對,最硬的時候,通常放在胸口 放下去的時候吸氣,之後呼氣 這個有彈鐘穴嗎? 好像人們唱歌那種感覺 有彈鐘穴,所以有彈鐘穴 但這裡有什麼作用呢? 就是令你的心靈比較放鬆 如果頻率直接把感動注入你的身體 血液在運行的時候 把很和諧的頻率傳達你全身 真的不會有角落 當然,有時候有些人弄傷 肩頸部痛,就像腰部一樣 對,我只想如果用這個 會不會拿一個按摩椅 這個沒有感覺,其他地方沒有感覺 心的感覺 對不起,我是魚子 對,這件事對我來說沒什麼感覺 我覺得… 他說試試放在心裡的位置 我真的感覺到它的震動很強烈 而且真的覺得可以令我放鬆 可能我會對這些比較有感覺 因為這些好像是模仿海浪聲的樂器 在你面前的這個是Water Shaker Water Shaker 是用種子的殼來製造的 好的 可以有流水的聲音 好像去了日本北海道的感覺 這個就是海浪堡 好像去了澳洲羅金海浪的感覺 我正在跟你去旅行,YOU 很棒 很棒 另外那個就是雞蛋糕 日本是一種魚腥 這個下魚腥 很香 海浪再加這個 是否可以混合的 可以混合的 好,你們倆一起試試 畫面很豐富 上面有下雨,下面有海浪 很澎湃 很澎湃 峇里島… 峇里島下雨 很開心 去了峇里島,好 聽別人說 因為我很喜歡這類聲音 當然我沒有任何儀器 我就是在家裡開音樂的應用程式 然後播放海浪的聲音 因為我聽別人說 人的身體大部分都是水分 70到90% 所以聽這些水聲 對於我們來說 是… 尤其是有點像你回到嬰兒 在媽媽的肚子裡的感覺 所以你有安全感